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太太丈夫是还是非主宰有情无尽症 那原本啊 原本他不太想要金子银行 先生还是太太呢 先生 先生就是说夫家这边就是他们想到说 金子银行这不是至于小儿子 那太太其实还OK啊 因为起码这个小儿子还会像妈妈嘛 因为卵子是那个太太的 妈妈的 对 是 那后来想通了 后来就用取卵 那你问说为什么试管婴儿为什么要做 金子银行为什么要做试管 金子银行不见得要做试管 也是可以做人工缩精 那这个案例是用试管婴儿的方式 取了13颗 卵子只剩4颗 冷冻2颗 一包太难的 那这里再打插一下 就是说金子银行有的人是要用人工缩精 但是因为金子银行它的来影有限 就是有金子银行的验本来就少 那金子银行的库存量又不多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很多被人宁可选择 怀案率比较高的试管婴儿 因为它浪费了这个金子 那我也碰过两个案例是 金子银行做人工缩精 一次就怀送胞胎 那另外一个就是 做人工缩精 老是没有办法成功 对 就是年纪大 所以有时候 因为金子银行 如果说太太这边是OK的话 其实不见得是要做试管婴儿 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他分析就是说 你这罐用完了可能下一次 就是如果没有怀疑的话不见得下一次有 那他们有时候在这种金子来源 金子的来源有限的情况下 那他们可能会选择 可能最快的途径 或者说怀疑比较高的方法 所以这个 那我为什么会提这个案例出来谈呢 就是说金子银行在接受的时候 有时候会到会有一些阻力 这个阻力有时候不见得是来经夫妻 我碰过一对夫妻是 他们小两口都很想用金子银行来生 他们也要宝宝 可是公公不答应 就是公公三番两次打电话来说不准 不能给我用金子银行 那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中法民 我们的导主中的那种 所谓的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的观念 你说这个家族这样传下去 这个家族传下去 那如果用金子银行的话 岂不是这个家族的种 那其实话说回来 他如果已经被我们诊断式 非主宰型武经证起 建议起不到 他如果不用金子银行的话 那即便是这个种是很纯正 那可是 但是也就从这里断了 就是到此的断了 所以看他们怎么想 不过有时候就是病人 现在的这样想法 也说半年后他们会 都会改变 那有没有遇到说 现在不想 真的是很坚决反对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主动的来找医师的 我碰过是 他以前就已经在别的医院拒绝 然后他想通之后就再跑到医院 所以我遇到的时候 他已经是想通的 那我可是在我自己手上 就是说一开始不要 然后后来就想通的 这个没有 但是我碰过捐卵子 就需要借卵子 一开始不要 然后半年之后再来找我 这个我碰过 对 所以是不是太太这边比较容易脱险 借卵子借精子这个族群 本来就是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去想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对医院夫妻来讲 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是 他们要不要这样做 那剩下的这个小孩子 他们能不能视如己出的 这样子去呵护他 不过我自己在观察 精子银行借精子药借卵子也好 出来每个人都宝贝的像什么样 对 因为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一个小孩 有一个病人从北部过来的 那丈夫长期都在大陆工作 那就是精子 一定要用精子也好 那一开始是太太很想要用精子 这样丈夫有点排斥 可是这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子 很漂亮 很可爱 那反而去抱这个小孩子去宠 这个小孩子是爸爸 就是说他那个小孩子跟爸爸黏得很紧 一开始是这个爸爸不太喜欢 后来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宝贝 虽然不是他的精子 有相处了以后就会有感觉 反而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就是爸爸跟小孩子黏在一起 他妈妈被冷漏在一旁 可是一开始是妈妈很想要 因为没有精子 然后他就没有宝宝 对 所以这种互动是蛮 但是所有借精子借卵子 至少在我们院碰到的时候 处理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 我们院借精子借卵子算是做蛮多的医疗验手 是 但是像这些族群的话会不会怕人家知道 说他们借精 怕人家知道是一定的 但是就是说他们会宝贝的不得了 是 就是你不用 我几乎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生出来这个小孩子受到父母亲不同的眼光 不会 至少我们院看了这么多 我在密切观察 至少那些小孩子都得到父亲母亲没有折扣的百分之百的爱 这是不用无庸置疑的 是这样就很圆满了 对我们看下单VCR 好 公正 那为什么要公正 刚才主持人问说为什么要公正 这就是一个我们法律上要保 这样这个宝宝 这个小孩子借由精子银行后借卵子生出来 他的法律地位 就是说你今天即便是借由精子生出来的 借由卵子借卵子生出来的 那你还是法律 在法律系统我会保护你 是 所以法律是一个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公益或正义 就是说具有法律这个系统来保护这个小孩子 我觉得他刚生出来他不懂事 他可能会受到一些 不过就我自己观察不会 只要是说像我一个病人借卵子的 他就说的很 我觉得这句话还蛮值得大家声色 就是说我怀他十个月从我肚子出来 我就认他是我的儿子 他是借卵子的 这句话也有道理 他跟他这样子血乳交融这样子十个月 说从我肚子我这样如苦寒心这样子 怀他十个月忍受所有的害羞这些痛苦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生下来 怎么可能不把他当孩子 这不可能的事情 像有的人是收养的 根本也不是说自己生的 但是也是会对那小孩子非常的疼爱 也会很照顾 我想人性本来就有那种 会去疼惜那种 你不要说自己孩子 有时候你看到路边的小孩子跌倒 你会去残留就是人性 我们看下一段 看下一个故事 好 那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太太 那不应征四年 丈夫也是肺子在勤务军政 那丈夫是人高马大的 所谓的克林菲尔特征后勤 就是丈夫的染色体多一个X 44XXY 那这个其实可以考虑手术去几斤试看看 不过丈夫就是不想手术几斤 就我要用均 我要用均止银行 这个就跟一般人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也没不见得 因为这个是XXXY 要起到手术 手术起到精子的肌力很低 所以他就决定不要手术 我们这个事先都有跟他讲 就是说你要手术可以 但是肌力很低 不见得拿得到 那拿得到的话 也许这个精子 他的精子是带XXX或带XY 也就是说 也会有异常就对了 也许是生肖的匣子 也是跟账务一样是无情症 跟爸爸一样 就是如果是生男生的话 也有可能 那生女生也有可能是17XXX 就是所谓的超级女的症候群 对 那后来他们就来我们院 申请精子银行的借金作业 试管婴儿 屈然22个还蛮多 因为太太年轻嘛 是 13颗双胞胎 那这是一个 常见的借金子的一个 的状况或案例 就是克林肺炎 克林肺炎的症候群 其实我们上 上一集有介绍就是 因为他多一个X 他就会无经症 那我们也碰过一个 四管婴儿病的人 就是说 我们爸都是四管婴儿病的 那他双胞胎 因为他高脸 做厌子算数 发现男的是47XY 那我们跟他解释说 这个男生出来会无经症 那他们想了很久 就说好要生 因为他就是一对龙虹胎 所以47XY生出来男生正常 他就除了就是手骨 这里这一节比较长 推股比较长 所以站起来有时候 比较人高马大以外 其他都是正常的 对是47XY 不过我们看久了 就是克林肺炎的症候群 我们看得出来 那这个是在金子银行 借金作业里面 蛮常见的一种疾病 就是说当你的丈夫 或是你本人 是47XY的时候 你要生孩子 恐怕借金的基地是蛮大的 我们看下一道VCR 好的 那监金的人 就是监出来监着 我们要先处理 我们先看一下 要处理过 对 要去检查过 总不能说要监金的人 他自己监着 每CC这100万 他自己都不够用了 他还监人家 捐出来没用 对他监金的人 首先他的监着 是要去正常的 才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一经过 要经过检查 要经过哪些检查 要经过精益的分析检查 经过抽血 遗传疾病 那我们医院还多了两道检查程序 就是一个染色体的检查 跟找一个精神科医师 来给他看一下 为什么要再多这两样的检查 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 其实政府没有规定 但是我们医院为了要保障 借金子或借卵子的潜益 所以我们会争得 需要精子或卵子病的 同意的情况下 去帮这个监精人 或监软的人 做这个程序 他们一般都愿意 他们希望说 这个监精和监软 你把它检查得这里也好 希望知道说 自己是很健康的 对 就是说 那的确真的是好险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 我们曾经找过两个 外观看起来 谈吐都很正常 以差能无疑 可是精神科一看 它是有忧郁症 对 所以我们就管它 但是忧郁症会有遗传吗 有 有部分的遗传 但是因为 我们总不能说用忧郁症 忧郁症本身是也可以正常 可是有时候忧郁症 一个上也可以尖尖尖软 但是我们怕说 这个忧郁症如果尖尖出来 后尖软出来之后 如果说没有遗传就OK 如果有遗传的话 如果说这小孩出来 有一点忧郁症倾向 那好不容易把它栽培到成年人 那甭跳楼下去 像一个知名艺人的女儿 就一个感情的一个挫折 那受不了压力就跳楼 那这样子我们就对不起这个病 是 虽然这个已经是 可能是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医师也会建议说 要做一下这个精神状况的这个检查 对对对 那像染色体的话 怎么政府没有规定要检查呢 我们会根据 这个染色体部分 我们是学美国的啦 美国他们有这项检查 那我们医院看到美国 我们就根据美国这个高标准去做 那染色体 目前为止我们检查这么多经济 还没有看到异常 对那如果说真的有异常 我们也会跟染色体的专家说 这个像这样的尖精卵者 这染色的异常 尖出来精子 它的后代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我们立刻会把它排平时在外 因为我们要保护的不是尖精的人 我们要保护的是受证者 要使用的人 使用尖精卵者 你受证者了不起 它了不起倒是不尖而已嘛 可是 而且它生命已经在这个地球了嘛 所以它无所谓保护 但是我们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仁说 我们是一个做人事业 我们不是做一个冰箱 用坏的就把它丢掉 我们是做一个人 藉由精子 藉由卵子煎出来 这个是一个人 这个人它是一个 它又会在传言它的后代 所以人的价值是无限的 我们必须要尊重生命 所以我们在这个制造生命的过程 如果能够想象得到的 目前的科技都要把它想进去去保护 来切保说 尽可能做出来的这个宝宝是完美无切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任何的怀孕 任何的还原和生育都有它的残切 但是就是尽量的竭尽所能 达到完美的这个 那有些验就说 为什么你们要那么严格 这是我们验自己的坚持 那因为你检查染色体 这要病人多付一笔费用 通常他们愿意付 那精神科就是我们愿意 肩精肩软的人 他拿了健保卡去 我们帮他付个关号费 然后请他去找精神科 那精神科医师就让我们验个币 就是一个无医师 所以多做一下这个检查 如果说能够确保这个 整个的健康状况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你这个 接受就是这个捐精的 对 我们验对于病人的需要 或者是说病人的要求 或者说病人的权益 是非常非常的注重 那所以比如说像肩精肩软 我大可以不必去找精神科医师 或者是染色体像别的验 我只要遵照政府这一操来做就可以了 那华力商如果说真的是 有精神状况或什么的 华力商其实也没有严格限制 可是就是说 就是我们对于无尖镇需要精神银行的 无卵需要借卵子的一个病人的一个尊重 一个保障一个保护 是 所以我们说其实法律 规定的有时候是一个最低标准 那我们就是在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之后 看怎么样把这个水准品质提升 那这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好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下个阶段我们会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如果说有任何不孕症的问题 想要请教蔡医师呢 都可以拨打这一支现场的电话专线 电话号码是726-4613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资历 博源妇产科院长 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孕症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 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欢迎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 这个阶段开始呢 我们接受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或者是有不孕症方面的问题 想要请教蔡医师呢 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专线 电话号码是726-4613 好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说 其实这个捐金的人 他这个金子捐进来之后 其实他必须要做一些基本的检查 那像政府规定的一些这个检查里面 有没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要特别跟这个观众朋友说 我们来看一下VCR VCR可能比较清楚 OK 这是所谓的金子银行 就是这个tank 就是一个桶子 对对对 但是里面就有很多亿态段 你看拉出来这一管一管就是金子银行 所以昨天那个康健杂志记者 就围着这个管子觉得很好奇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桶子 到底里面可以放多少金子 很多很多 像我们研究有这种种桶子 有非常多 好几个是放配贷的 那有个是放金子银行的 然后有个是放卵子的 所以我想一家上轨道的人工住院中心 这种冷冻的tank是非常多 是 对所以不要以为金子银行就是一间银行 就是这个就是金子银行 我们看下单VCR 是 好那就是我们宴旁边有个精神科医师 他是以前一家医学中心的精神科的主任 在英国留学 所以非常qualify 非常资深 非常好的一位精神科医师 他会帮我们做精神的把关 那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吴医师 他帮我们在精子卵子上面 尖精尖短的这个座位上 很方便就是坐我们宴旁边 所以即便是尖精人 还是在台北或台南过来的尖精精卵子 他就要过 那我们宴旁顺道过去 然后去看一下 是 那如果说我看那个吴医师的描述 如果说他看起来这个人大致OK 那当然是OK的 因为精神状况 我们副厂医师不太会评估 那如果说来尖精的人 如果说到后来 就是说他的精子事实上是不能用的话 那他还一样是可以得到那些车马费 等等的补助吗 这样